- 本次影片是与秘游工作室以及VTuber加姆共同合作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汉 第四届薄力神社力大基因台湾 将在今年的9月14号举办 本次地点是在新北市三重区综合体育馆 影片上也会放上地图位置及交通资讯 方便大家作为参考 这部影片是送密游工作室所委托 来为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本次参与力大基的各个台湾社团 由于每个社团的参展资讯公开时间有所不同 所以以下只会为各个社团做个简单的介绍 如果你对哪个社团感兴趣 那么下方也会放上社团的资讯连结 欢迎到他们的粉丝团以及专业了解更多关于他们的最新消息 而在9月11号 力大基的前几天 Vtube的加姆也会在自己的频道上进行力大基前夜的直播 直播里将会整理所有台湾社团所参展的周边 有参加力大基的人绝对不能错过 Tohol Wildset的主吹 3R2 是一名台湾作曲 编曲家和知名DJ 经常受邀至各国表演 主要的作品为各种DJ风格的音乐 《扫鬼天地》的主吹是大家最为熟知的慧楚老师 主要贩售的东西有音乐CD以及插画 在春夜也发布了新的插画集 而这次的第一大基主要是关于新作的音乐CD 《塔扣妮娃》的主吹 信仰老师是个喜欢走方池的慧斯 主要贩售凶章 挂肘等周边 《抓鱼不抓鱼》是首次参与东方场次的社团 4个在日本留学的新人东方社团 这次预计会出售新人东方同人本 但是内容的部分还尚未知晓 秋菊种植人的主吹是COSER以及绘图都十分可爱的秋菊老师 其最为人熟知的周边是雷射小地牌以及插画本 是东方圈内非常知名的同人社团 本次影片的委托人是几乎每次都有参长 出过不少同人字以及周边的密偶工作室 其社团最为人熟知的便是 并是广耀各大东方同人创作者所一同创作的 东方杂趣团合同 这也是台湾圈子里少有的合同本企划 前书坊的主吹是大家最熟知的东方YouTuber 古文蜜瓜 主要是装日本相关的东方同人商品代购以及社团代理 拉贝勒里的主吹是大家最为熟知的并牧老师 因为每天坚持画帕秋莉而闻名于圈子之中 过往的周边有贩售各种东方人插图以及挂画等等 大江山花啸夜是以翼翠香为主推的插画同人社团 主要出探各种翠香相关的插画周边 偶尔也会有其他角色的 幻想茶铺是首次参与东方厂次的新人社团 本次第大计可能会有红魔馆的百合本 喜欢组朴组的可以关注一下 FF跟日本厂次都很常出现的风塘蛋塔 将贩售各种以水墨上色风为主题的周边 其中就有美图挂轴以及插画集等等 气味草是个喜欢竹控的绘师 目前专注于绘制东方角色相关的裸竹绘图 并创组于东方次竹剧园命运的系列发表在巴哈努特上 有兴趣的爱好者也可以在巴哈东方版上搜寻到下相关的帖子 装作可爱风格东方周边的FlySquid 将在这次第大计创作以东方官方漫画 东方最年华为主题的周边以及童文漫画 蓝屋是台湾专门制作MDD娃以及相关服装的东方童文社团 所谓的MDD娃就是迷你可动娃娃手办 原称为迷你豆菲菌 其中的豆菲就是娃娃豆以及手办菲格的合称 每次东方展规都不缺席的妖梦小说家 妖言梦雨 这次的利大计应该还是会出妖梦相关的短篇小说 草莓杯果的杯果工坊是首次参与利大计的童文社团 这次可能会出《桂迹》以及《葬到老魔公》相关的百合童文漫画 同时担任COST的荆棘强威社团 本次的利大计可能会有女僕长16月宵夜相关的童文作品 或是幻想像以手作美食为主题的日常项作品 猫猫工坊 凉猫 是首次参与利大计的插画社团 预计会放售插画本 吊饰 人形立牌等等的周边 主打Q版东方人物以及各种梗图的 阿奖和水月盒叫不出名字的人们 社团 这将出售各种梗图贴纸 吊饰 还有特别设计的Q版二同生 弗兰PVC 第一次参加利大计就出A本 这便是该社团的团名 也是一个新人社团 本次将出售王源最新的配对 蓝与游魔的成人本 除此之外 还有弗兰X雷米 以及蓝X游魔的乙牌 台湾东方游戏同人社团 东方战棋 将在这次利大计放出与团名同名的4玩版游戏 游戏主要由民工探索和战棋战斗两个部分所构成 利大计当天将提供游戏试玩 而目前已经在YouT上放出预告了 有兴趣的玩家可以去看看 这次负责东方更妖精封面的 海苔好吃一直吃饿的海苔老师 也有参与本次利大计 这次会展出参与的合同本封面 以及赤满旗的旋转立牌 重性化风格的东方同人画师 Penguin Z 将在这次利大计出售相关的短片 喜欢这类风格的爱好者绝对不能错过 喜欢芙兰以及存乎的IS Studio 将会泛出东方插画的相关周边 喜欢这种风格的人 可以先到他的粉丝专页去观看他的插画创作 对面写的雪宵夜以及类名妙的短片小说家 《上海X爱丽丝幻想乐团》 也会在这次的利大计出展 台湾十分有人气的大抗蛇社团 十字丰Crestwood 也会参与这次利大计进行Costplan哦 今年3月初与母都日侠美的Costplan社团 东方最眼色刊 也有报名参与本次的利大计 来自香港的东方Costplan社团 夏夜无眠 将在利大计现场带给大家精美的写真作品 组队红魔馆组朴组的 《红魔馆的船必须10级震荡》 将在这次出售红魔馆18进的同人本 有兴趣也绝对不能错过 今年年初放售广外好评的文字冒险游戏 跨秋日人人偶之家大冒险的错落交织 将会参与本次的利大计 若先前有玩过这款游戏的 那么也不能错过他的其他刊物 制作各种像素风周边的Made in 13 也将在这次出售各种像素钥匙圈以及吊饰的周边 经常在巴哈发表超话作品的幽灵工坊 也将会在这次利大计出展 专门制作各种利温帽的夜大大工作室 在这次利大计除了帽子之外 也会放售其他周边或是衣服等等 出售各种东方知乎小周边的Server 将在这次利大计出售有绝指眼的测背包 以及最待钱包等等 出售各种二头身Q版红魔族贴纸的终点战 在今年利大计也会出摊 专售东方纸粘土、青粘土、豢养素质模型 以及3D列印圆形的星之轩 除了会在这次利大计贩售自制的模型之外 他们也提供示范模型的修理及改造服务 接着在巴哈姆特东方把发出作品的酷酷猫老师 这次也已被世界遗忘 虎腿泡斧的社团名义参展 本次利大计将展出巴鱼奶的成人同文刊物 连展中的东方英雄坛 以及东方相关的彩绘周边 以出售睡觉中的东方角色周边而闻名的 让我再多睡一会将在本次展会中出售相关的 徽章、磁铁以及钥匙圈 以风神鹿角色 现实走坊子为主要创作的走坊同盟协会 这次利大即将出售走坊子的相关同文漫画 喜欢这位角色的爱好者绝对不能错过 进展参与各大东方同文展的 拉布托律7 这次将以武器贵社团的名义参展 本次也会出极附有拉布托律7老师特色的东方岔图绘图 对YouTuber专座新首相东方角色介绍的东方YouTuber DLG也将参与本次的利大计 这次是他在春宴之后第二次参加东方的同文展 预计会在同文展周贩售猎丽以及多亿米动物化的周边 淘汰大雪的卡牌、东麦社团 台大卡曼社将会在这次利大计出售各种卡牌类的相关周边 连这次搞定线上通犯的 文艳暴色的Accure将在这次利大计参展 预计会在这次展展周出售以老年人贴图为梗的 老年Project图件贴纸组 以独特的手工转科使印章为麦典的雕虫 将会在这次展会出售东方人物 以及文字的印章周边 自学制成的独立动画 同时也是手摇动画机的制作者 奈英工坊将会在本次利大计 展出东方相关的手摇动画 Kakela Honey是个专注于各大动漫 例如东方、Tono Life 以及未来档案等题材的同文漫画社团 他们的创作里域非常的广 涵干男女性相、原年龄 以及成人相内容等等 也将在这次展会中出售东方相关的本质 以附魔造型为特色 出售过许多附魔相关周边的幻想像公所 在本次展会中也会帮助相关的二创周边 而弄得地下实验场 是隔2017年就开始创作东方T恤的元老社团 也曾经接受过专看反弹 当时的社团名还叫做 《环球崩坏连波网》 目前的男孩活跃在同文圈之中 在今年的利大际预计出东方同文游戏 东方红魔城16月宵夜的T恤 以上就是本次东方利大进行 台湾的各个台湾社团资讯介绍 关于社团相关的资讯 连结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 想要了解更多的 欢迎到他们的粉丝团或是主页进行了解 而这段时间也别忘记关注文文新闻资讯处 他们会在这段时间里 每天定期更新利大际相关社团的介绍 想要更加了解这次利大际的相关资讯 那么别忘了关注他们的粉丝团 以及Discope群组 更重要是 9月11号 BTuber家母将进行东方利大进的前夜直播 更详细的新品资讯将会在那个时候放出 大家可绝对不能错过 那我们本期的影片到这边即将结束 我是大汉 期待在利大进上与各位不面 拜拜